今天小伙伴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有着真正 金工水鬼支撑的这个系列 MM Marine Master 也是首次金工把这个GMT 机械寄信导入了这个Prospect Diver 水鬼的这个标款 那从去年2022年进攻Sekko一推出在这个入门进攻五号 这个超人5的GMT 就已经成为这个有极高性价比的这个入门机械表 那来到这个2023年今天 Sekko再一次把他这个GMT机械的这个机型搭载到更高级的标款 而且这次用的机型也是更加的高级 那这一次虽然还没有过完今年2023年 但是绝对是到2023年目前为止 我小刚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进攻 那在这里小刚要跟大家提一提 从官方的这个名称来讲 他不算是Marine Master的这个代号 那因为Marine Master他用的是一个SLA的这个代号 他是属于一个高级系列的 那这个进攻命名为他是这个1968 Reinterpretation的这个Diver 就是潜水款复刻至近的这个系列 但是目前从外观去看这整支表啊 完全就是和他这个高级Marine Master MM的系列 是一个样的哦 甚至有他大哥这个Gran Seco潜水表的这个感觉啊 真的太好看了太厉害了 那如果说Rootman进攻5的GMT啊是青铜哦 那这一款新的Seco SPB系列哦 它是一带上手的颜值哦 简直就是要用霸气来形容啊 可以说是王者啊 那从颜值拿来和劳力士啊 这个Rolex的经典水轨哦 Submarina来做话题的话 我觉得Marine Master MM啊 这个外观的颜值啊 确实最有讨论性啊 那而且他这个这一次啊 表克打磨的这个工艺啊和质感哦 真的做的很美很高级啊 你可以看到他分了很多层次哦 在不同部位啊 用了这个拉丝和抛光打磨真的是太好看了 大家也知道了 一般上这个一讲Marine Master MM啦 或是这种SLA代号啊 他的这个进攻啊都是过万的嘛 马币那个售价就是一万多块 那再次这一次要提一提哦 他有这个颜值这个外观 这一种规格的配置哦 他的这个价格的进攻是定在不到一万哦 是一万以下的这个价格 所以如果喜欢中高端系列的这个进攻迷啊 绝对是2023年里在我心中的选单内哦 绿色的这个绿水轨代号为SPB381 那马币公价折扣钱是8000 那黑色的这个经典水轨啊 SPB383 马来西亚公价的这个折扣钱啊 也是一样是8000哦 那还有一款比较特别是这个限量版蓝盘哦 SPB385 这个马来西亚的公价为8800 那在图片看这一款限量的这个蓝色哦 SPB385其实我感觉是没有什么特别的 但是当我看到真表啊 哇完全是另外一个感觉啊 他表圈的这个设置很独特 那我真的很少看到这一种颜色的这个表圈啊 他就是一个灰灰啦 然后又带丢丢的这种又带点好像蓝参绿的那种质感啊 那你们自己去看真表比较好了老实讲哈哈 那而且他的这个表盘那个做出来的这个纹理啊 很特别哦 他是不规则的这种起伏波浪感哦 那GMT这个针哦也是蓝色的这个钢针哦 那绿色的这个SPB381绿水鬼啊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啊 那绿色的色调不太浅也不太深哦 完全做的刚刚好哦 那表盘的这个是放射纹的这个效果 那搭配的是这个金色的GMT指针哦 当然啊这种绿色的热门的这个配色啦 就不必多做介绍了 那还有就是最经典百大的这个黑水鬼哦 黑色的这个表盘啊 他是用这种雾面处理的 也是这样搭配了这个金色的GMT指针哦 当然全部都一样有这种 红绿灯造型的这个秒针啊 而且这个红绿灯的这种 traffic light我们叫是一个秒针哦 绝对是高级金攻潜水表系列的这个 呃必备的元素啊 在表盘标注的这个 automatic 3 days 也是很有这种瑞士表的这个风格啊 很多人问我为什么要 呃标注这个diverse的这个字哦 那其实很多人呃或是有些朋友不懂哦 其实著名这个diverse的这个字眼啊 意思就是他通过了这个国际 iXO认证的这个潜水规格 而且这个是200米的专业规格 所以才能标注这个diverse的字哦 印在你的手表上面啊 就是很霸气的要告诉你啊 诶这一支表不是只有外观能看哦 还很实用啊 因为你在这个 呃入门的这种进攻五号上面啊 是不会标注这个 呃是没有标注这个diverse的这个字的嘛 意思他意思就是说 呃入门的这个进攻五号是没有 呃这个iXO认证就是真正的潜水规格的 那这三款表的表圈哦 都是用了目前十下哦 在高价位当中一定要有的这种 陶瓷啊ceramic的这个材质哦 如果表圈啊有夜光啊 我觉得真的是 整条街最亮的仔就是你啦 不过当然他的这个表圈 呃这个刻度的这个数字是没有夜光的啦 那表圈的手感也非常的细腻啊 他那个卡卡的声音哦 不会响亮 那给人就很沉稳的那个感觉哦 那我玩一玩让大家听一听 三个second 手 哎呀 你要请我签 这样子哦 这个还放屏幕先 啊这只表的规格哦 他的表刻是定在42mm哦 那我测量他的厚度大概是13mm左右而已哦 这一点哦小刚要讲一讲哦 真的必须给个赞哦 那因为每次很多表友啊 一说到这个MMR Marine Master 就是因为可能他做的太厚哦 而下不了手啊 那这一次哦他做的非常的薄哦 他的厚度 而且还是一样哦 你不要忘记他是有GMT功能的这个机型哦 那他表带的宽度是用20mm的哦 而且这一次seco 有把他自己自家的这个防刮镀膜科技啊 这个super hard coating哦 都有用在这个表刻还有钢带的部分 整支表全钢链是大概175gram左右啦 那这个钢链的扣做的非常好啊 他质感那个扣啊关起来那个声音啊 还有点类似那种grandseco的那种手感哦 非常的爽哦 你们自己去试一下哈哈 还有就是他这个24小时GMT失去哦 是刻在那个啊 蓝宝石玻璃下面这个表盘外的这个内圈哦 他的这个陶瓷ceramic的这个外圈哦 就是即时的这个潜水表圈啊 所以玩GMT功能哦 是以调那只GMT针哦 是去对那个时间的 实体的被盖下 他这个机型哦 是seco全新从6R系列机型哦 去改的哦 那他这个是全新的这个6R54的这个机型哦 他是一个日本生产的这个机型 动力储存也是一样高达72个小时哦 他是真正的三天动力哦 3 day power reserve 的这个GMT机械机型哦 不知道朋友们你会喜欢哪一款颜色哦 留言在下面让小刚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是小刚